女王的團體戰 中華隊輕取尼泊爾 負責打第一點的詹經緯 賽後笑得很開心 除了因為對手的實力有段差距 更關鍵的是 她經過這幾年國際賽的成長 現在更享受每一場比賽 其實今天還蠻搞笑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沒有啦 就隨著年齡增長 我覺得球菱也夠了 然後現在比較成熟了 然後在場上還蠻能享受比賽的 這樣子 所以輸贏基本上看得不是很重 當然也是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場比賽 但是盡量能夠享受 然後出去也交很多朋友 外國朋友 然後看很多地方 就是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就一邊打球以外 也是一邊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還蠻好的 比一千多了很多樂趣 謝謝除了贏球之後 同樣一派輕鬆 不過談到亞裕開打之前 到底要不要打個人賽的紛紛擾擾 除了也第一次在媒體面前 作出回應 對 我現在確定是打那個 混雙跟單打 一開始的時候我也不清楚 原本就是要打兩週嘛 然後後來變成說只打一週 然後現在又突然 就是把我正召進來說要打兩週 就是對男子隊是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因為我不小心的加入 他們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那我覺得對大家感到很抱歉 就是對大家影響這麼大這樣子 目前謝淑偉已經和教練團確認 個人賽部分要參加女單 以及和盧彥勳搭檔混雙 他笑說沒有準備和適應的問題 維持一貫的平常心就可以 我看起來很正常我有什麼狀況 我偶爾腦子破洞而已啦 然後其他的都還蠻正常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當然很開心 因為每次代表國家參加聯邦杯 然後東亞院或是亞運 都覺得這是跟一個 職業網團不同的一個賽場 那很開心就是說 這次有很多的新鞋加入我們 那希望我們這次有很好的表現 個性鮮明有話直說 讓謝淑偉有著兩極評價 不過他笑說不會太在意 把自己本分做好比較重要 台灣網球一解實力沒有問題 就看他能不能拋開 這些球場外的雜音 專注在球場上每一次來回 展現世界頂尖的網球實力 以上是亞運採訪團 在韓國人穿坐的採訪報導